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做得很过瘾 但也要找真银 有一集将会谈谈新创业版的怎样玩 这段时间又开始散散地和之前谈金货币差不多 现在谈谈金货币或钱怎样走 我觉得有三件事一定要看 铜 金 美债 如果最近有看财经新闻或新债王 不是Cross 忘记了名字 新债王做的文章或Twitter 你都可以留意到比较多 今集会谈谈铜 金 特别是金价 很简单 我觉得金价会升 若你觉得我们社会上升及跌的话 现在又可以召集回另一条影片 继续支持Sky Finance Channel 为何我们会谈铜 金 美债呢? 首先我先谈一谈金价的基金价 如果你看ETF就长期流出 连续5-6星期 但金价没什么影响 最主要是我们不要看全球的ETF 近日ETF有些收费高 一路转落一些收费低 有些ETF因为营运得不太有善意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都开始慢慢 close down 不如香港 香港前几年也有两只上市交易基金ETF 一只做白银 一只做白金 我买过 没有人买 但有行政成本也要让人 做市场也要买广告 怎样说 基金赚你的管理权 坐下也不够付 这样的情况之下 Close我 Delease我 在香港交易所上 我不玩了 就走了 所以只剩下黄金ETF 或者其他 商品类就变了不多 这个真的要 想想 投资教育方面 如果有ETF的商品ETF公司有 兴趣在香港 大搞的话 不妨找小弟 帮你做一些推广 最重要是 金价 为何我们首先 先看看中国的进口 中国今年的金价 跟国外差不太远 但跟去年同期 亦没有差距 没有什么PIMI 中国的黄金比较贵 走私有 一向当然 最近还走私去日本 其实走私去日本有另一条方法 不用收飞机 有人很成功地 大量走私黄金去日本 但不是用一个那么创新的方法 用廉航所有的机器 当然 这个也是一个 十分奇的做法 收在厕所 厕所藏金 现在 好了 中国的采购 进口的黄金 其实今年比去年 已经上升了50% 即是ETF 我没有买 不要紧 但 因为第一 它真的成交慢 所以搞到有些人 有些基金都不太想买 因为我都要套现 或者 因为有时 ETF的价格 是有个不好的 就是 虽然我们叫99% 反映真实资产的价格 但有时由于 好像倭倫 市场疏落的时候 又要等开价 接着 会有个被动性 如果我想沽 但市场没人买 价格就可能有少少偏差 因为ETF本身的供应 或者需求 的问题 所以 亦都会令到 价格上高 都会有 不是 完全 关系于 真实的价格 好了 但中国本身卖不少 不要说最近北韩 北韩想着轰炸美国的关道 先不要说真还是假 金仔一向都是很坚的 说话 跟Trump一样 两个的自信 都没得顶 所以 他说话 听完就算了 你当时 那些真是很怕 他会炸关道 更加要买好一些黄金 去看着门口 好了 金价为何我看上 其实我看同金比率 还有我们先说一些厉害 就是那个叫做 Goldman Set 高盛的Commodity Index 好了 高盛的商品指数 和S&P500的指数 现在就创了 力厘身低 首先 我说一次 份子是 高盛的商品指数 份帽 就是S&P500的指数 如果除一除这个数 是近三十年的最低 简单来说 就是份目很大 如果是份数 份目很大 就会除到 数很小 现在的份目超大 即S&P500 简单来说 美股 美股或环球股市 份数已经去到很大 即是已经升过了 而这个对比 首先我们知道 又回到ECOIN 101 在Investment Clock的里面 一般 股票升完之后 我们叫做Recovery 在复苏期 一般所有高增长股份都会升 但是去到膨胀期 Blooming的时候 就是到原材料升 因为真实 先炒股票 后炒实体 实体经济永远都会 持过股票的复苏 这个基本上是铁律 所以股票升到上下 实体经济来的时候 commodity 即是商品价钱 环球商品价钱 就应该会上升 就好像今年 所以未来的经济 是否差得那么重要 正常是未必的 接着 现在这个位置 也是很威胁的 问题是 现在股市增太多 刚才说了 commodity 即是commodity和股票 简单是想说息息相关 股票来说 份目太大 即是说它已经升了太多 即是说 比例上也不适合 30年的低位 即是说这个来说 股票抛离了环球商品价格 30 即已经去到一个 多大的数 去到30年 最夸张 这个就应该大家都明白 但你会说 不是 今年商品都升得不错 同价同旅价今年已经升了19% 如果由去年到现在 譬如 随便拿这两年的新 新 即是升 新这种金属 这两年已经升了一倍 即是说 商品不是完全跌 亦只是落后了 但是 只是股市膨胀得太快 令到它的比例太低 所以这个是说 有机会 多数根据的理论就是 就算两个一起升 这段时间就会有大量的股票资金会涌入这些商品 或者涌入实体经济 去厂 看制作者 这些生产力 要看什么数据 就看环球中美印度这些 PMI数据 即是 工业的採购经理 制造业的採购经理指数 事实上最近的 中国的财新PMI 做得好 对不对 继续 为何是铜 为何要看铜金 买铜还是买铜 是商品 有很多东西都可以买 之前都分析了几集 说其他基本金属应该买什么买什么 现在基本上全部中了 很厉害 你又回到之前那几集 问题是今次是金价 我们又看看铜金比率 铜价今年毫无疑问又跑赢了 因为供给侧的改革之后又跑赢了 铜金指数 又计算 因为我们随便找些东西 比一下比一下 走落后 这些商品走落后可以 其实 股票不可以 不是很值得走落后 商品偶不中可以 如果它的基本面没错 什么是基本面没错 就是这件事突然间 全球 找了一个很大的矿 然后需求没了 这些便死得快 有一段时间 白金巴金也是这样 因为 是否那间奥迪 说错了 我还没人告 好像有家贸家车 欧洲车厂 其实本来要做欧盟五型引擎 测试 就是测试 它指白金引擎 就可以做到欧盟五型牌 很强劲的牌肺气 可以做到一个 做些过滤 所以 引擎会比较劲 原来它自己 测试过那部 测试机 就出了述 有白金和没白金的引擎 差不多了 那段时间令市场很关心 究竟是否这么困 因为所有欧盟引擎 主要的 成分就是 白金和巴金 说回金价 然后我们说 所以这些基本金属 基本上 就像买楼 你不会屯门 升到妈妈都不认得 半山走来 当然有时候有些 时间线 因为半山 说过亿 如果说近 贴地 现在最贴地 我最近去看楼 穷人一脈 好像四百万都没有 现在穷人一脈 已经去到五六百万 屯门升到妈妈都不认得的时候 我们是红磡不升 这些这样走入口 当然很多时候 变回红磡升 屯门才升 好 说回 铜铜金其实是 很多时候用在 相同的 一些产业里面 特别是什么 十八企金 十八企金和 开白金 这两个 最搞笑的 我猜你们都不知道 开白金里面 一粒白金都没有 名字叫white gold 英文名字都不同 白色的白 高 金的高 完全是没有那种东西 只有铜铜金 他们做这些 开白金 就是用这两个 所以他们在同一个产业上 甚至乎手提电话 都是用这两个 有些位 铜铜铜金价 现在的比例 也都是在五六年来说 新高 即是说 份子是同 份母是黄金 6400美元 一吨的 脑价 當这个是指数 会对응 paying 2100美元 1盎司的黄金 如果我们用这个线性比例去计算 好像很厉害 有什么线性比例 总之现在的平均分子太厉害 所以升到比例很高 唯一可能会出现的是什么 就是 铜价跌一些 或者金价上去 我比较相信 金价有机会追上去 令到比例下降 为什么 这个平均 其实铜金比例跟哪一个 因为跟经济寒暑比较有关 这个与美债债息的比例又有关 美债债息就跟着铜金比例走 现在的美债债息 其实就基本上完全没有动 所以这个指数正常就要缩下来 如何缩下来 Either就是黄金弹上去 或是铜价跌下来 那你自己是沽铜 或是持黄金 或者两个一起做 做套盾都可以 今集的 赚钱的分享在这里 做不做就 释除专面 捉均好运 今集是 Sky Finance Channel 我们正经分享到这里 喜欢请点赞 订阅订阅 Facebook 多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